怀孕期间如果孕妇误服了药物 可能会伤害到宝宝及妈妈的健康 台东马建医院的医师王申远他表示说 孕期中用药要考量孕妇及孩子的状况 如果孕妇不确定自身的药物对胎儿是不是会有影响 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跟产检的医师来讨论 选择最安全有效的用药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少子化的趋势 孕妇以及宝宝的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国人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率 有增加的趋势 让孕妇在暴露在药物中的比例甚高 现在如果在备孕的期间 那他其实就在因为本身慢性的问题在徒用某一些药物 那其实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那如果你有在徒用什么药物的话 其实应该在看门诊的时候就要主动的一个医师提及 来问他说到底这些药物是不是适合使用 因为有些药物其实会造成宝宝的这个影响 甚至会造成男性这个精神的这个 而若是运其中感冒 仿津药仿卖的感冒药尝试副方成分 建议与医师讨论后使用较佳 至于止痛药 有些止痛药含肺类固醇抗发炎成分 则不宜使用 容易导致胎儿先天性缺陷 以及肺高压的情形 我们知道因为现在 糖尿病就跟高血压一样 糖尿病还变成很病 其实很多孕妇都没有控制她的这个血糖 那如果血糖没控制的话 对孕妇会有什么影响 血糖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除了说她诞生这个 有先天性缺陷的宝宝的机会 比一般的孕妇来讲 高了三到五倍之外 有可能在保养的太大 她出生的时候会碰到这些 难产的机会也会增高 怀孕的这个时期 血糖控制的首选药物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胰岛素 那要注意的是 它有血糖的症状 它相对安全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分子量很大 它不会通过胎盘 所以基本上对宝宝来讲 算是安全的药物 吃个都会啊 因为小孩子健康才对这种 对啊 然后因为药是我们在吃啊 然后小孩子可能会有什么反应的话 真的还蛮危险的 所以就是用药安全还蛮重要的 因为吃下去如果对小孩子不利 也是不饱 还是会担心 因为小孩子今天看看出来比较好 而若是孕妇不确定 自身的药物对胎儿有影响 最好的方式是与产检医师讨论 选择最安全有效的拥有方式 记得换这里台东市报导